看一下小爱同学 这个四项是放寒假了呀 这螺蛳粉走起奶茶走起 是的是的 哼哼哼 考试考的不好也被影响干饭 你小爱说的 无所谓 啊 无所谓 你刚才说的无所谓是真的假的 我说无所谓是一时 这期考试无所谓 然后那个寒假好不行就行了吗 啊 结果上是然 在过程中努力是吧 对吧 又看了从哪看到心情鸡汤啊 哈哈 看一下你小爱的寒假作业啊 八本 自觉的把那个后面的答案撕下来 你自己撕还是我给你撕 都没有答案的 有我看到有几本有答案 这个撕的过程还是给你吧 很解压 为啥 我不用写 为啥 老师说95分以上不用写 要写 你那你不写啊 你确定你不写 你敢不写吧 不然就说叫写啊 你确定不写 这个作文也是吧 不用写 这个答案 这个作文不用写 好灵活哟 这答案爽不爽 爽爽爽爽 可以撕输了 特意把这个紧压的事情交给你来做 答案都撕下来了啊 老师还是挺人性化的 为了想让你们过个好年 就没有公开你们的成绩是吧 但是数学跟历史 你小孩自己说 数学跟历史没考好 所以呢 你小孩还是挺自觉的啊 回来就买了两本书 准备发假了之后是吧 嗯 好 先放送两天 等那个正面回来就开始干啊 但是他们老师也还很好啊 我给他们发了个寒假计划试 哈哈哈哈 我算了一下自己安排时间只有4个小时 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老师发的寒假计划试 我是认真的吗 哈哈哈 这是老师发的寒假计划试 你们看这 真的太 班主人太複雀了 这个你能做到吗 哎 比如说下午3点半才吃饭的 哈哈 下午3点半才吃饭的人 肯定是吃饭时间对不上是吧 但是你要你为老师的总体思想虽然是放寒假 但是玩学习做家务 提弹念这几个种子是不能丢的 是吧 就是不要沉迷 呃这个平板对吧 是是是 啊 可以提念中心思想 是是是 这个八家的数学前姐牛小已经买回来了 她还有 我买了两本一个物理的一个数学的 这个什么 提是吧 牛小准备配合着这个 讲解 加了个那些提 然后来预计一下八年 八年纪下的数学 牛小爱每次 牛小爱每次成绩能不能拔尖就看数学 数学可不好就前几名 然后能数学能拔尖的话就 前 前几名 哈哈 我相信你 能够查了补缺 能够自己为自己负责啊 啊 我们最近啥问题不要积累 就是有问题就正视她 姐姐她给她补上来就行了 不然的话 容易一几月多是吧 明天要带牛小爱先去滑血 爸爸说带她去睡觉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 Perhap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